trade trade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结尾的 所以呢 它前面的母音呢 发成它原来字母的音 所以这个字呢 只有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trade trade 那trade这边呢 当作名词呢 是属于不及武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买卖 那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act of buying, selling or exchanging the act act就是那个举动 那种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呢 买 或者是卖 或者是交换 exchanging exchanging这个字呢 就是交换的意思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行为呢 我们英文念成trade 中文呢 就是买卖 那我们直接看例句 Jackie's father entered international trade following his grandfather 好 那Jackie's father Jackie呢 他的爸爸呢 entered 好 他进入了什么呢 international trade 那各位一起记 叫做所谓的国贸 国际的贸易买卖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国贸界 OK 他进入了国贸界 好 那这么做是做什么用呢 好 这边有个分词构句 他是跟随 following his grandfather 好 following是谁 following呢 就是他的父亲 好 他追随谁呢 追随他的祖父 grandfather 也就是他的爸爸的爸爸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这边呢 特别注意到 这个following 就是一个分词的构句 那这边呢 这个分词前面呢 他还有一个 所谓的那个斗点 那这边指的就是谁呢 指的就是这个father 那这边地呢 帮各位呢 稍微做一个分析 好 那所以这个动作 这个东西呢 叫做分词 这种词类 我们叫做分词 那分词构句 就是用来修饰 说明当他进入 这个国贸界的同时 他的意愿是怎么样 他是追随他的祖父 就是Jackie的爸爸的爸爸 对不对 好 所以他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他也在做这个动作 那所以这边呢 那原本这个following 这个following 我们除了可以用following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and followed 好 这样子不知道同学呢 能不能看得出来 他不一样的地方 and followed 所以呢 所以呢这边的following呢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等于and followed 那你说这个ing 为什么又变成ed呢 因为如果你把它变成end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对的连接词 连接了entered跟follow的 这两个时态要一致 那如果我们把end给取消掉 我们变成一个分词构句的时候 那么因为呢 它是主动追随 所以你要把ed去掉 变成表示主动的ing 所以你要把这个follow的 改成following OK 好 那trade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名词之外 它还可以当作动词 动词呢 你看哦 它可以当作不及武动词 也可以当作及武动词 各位还记得两者之间的差别吗 不及武动词 后面不接名词当售词 及武动词 后面呢 需要一个名词 当它的售词 好 一样的翻译成交易 或者是买卖 我们直接看立即 There are many ships trading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re are many ships 好 有许多的船 他们正在做什么事情呢 好 这边其实呢 它省略掉了 which are 它把which are呢 给省略掉了 有许多的船只 他们怎么样呢 正在怎么样 正在那个做买卖 做交易 好 trading they are trading which are trading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在美国与中国之间 有许多船只呢 是在做交易 做买卖的 这时候你们发现 它后面有没有接名词 没有 注意哦 between 这个可不是名词 between A and B 它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连接词片语 所以特别 不要忘记的 所以它是当作一个 不及武动词 好 最后一个例句 The first Europeans in America traded metals for corn with the natives 好 所以它说呢 The first Europeans 第一批的欧洲人 这我first可以放成第一批 第一批在美国的欧洲人呢 traded metals for corn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片语 这片语我们就顺便记一下好了 叫做trade A for B 好 看到了吗 trade A 这边呢 trade A for B 把它弄漂亮一点 好 trade A for B 就是呢 拿A来交换B 所以说呢 欧洲人呢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不会中 种种食 种植一些粮食 所以呢 他们就把它们带过去的金属 那trade A metal The metal 指的是金属 来交换什么呢 把交换的东西 放在介系词for的后面 那就是corn 那corn就是玉米 所以呢 美国人 在美国的欧洲人 他们呢 拿金属来跟 来交换玉米 好 那跟谁交换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介系词和什么人 介系词用with with the natives 那各位 这个native 指的就是原住民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所以这trade这个字呢 在这边的例句不少 讲的花了时间也比较多 所以trade当作名词 当作买卖 当作动词 交易 买卖 好 感谢观看